國語來講 請大家包含一下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會體諒我才對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是跟國家的預算有關係 主要是談一個國家的收入支出 以及這個收入支出中間的差距 不夠的時候多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相關的這個法規 大概是怎麼規定的怎麼走法的這樣 不會動 首先這一頁講的是GNP GDP 這個名詞 看那個解釋看起來有點辛苦 這樣子啦我換一個角度來說 當我們要衡量一個人 我們平常是要說一個人好抓 還是說這個人比較散 怎麼看他兩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人22K不到 這樣有好抓嗎 我看要說他好抓 我看要困難啦 那一塊22K不到 但是真的說這個人 年薪數百萬 年薪千萬 這樣可能就算有一個人就對了 相對來講 這是一種公法 我們對個人來說 你可以從他的收入 我們來看說他是 財富或者是說他的 經濟能力的高或者是低 另外一方面 我們經常看到新聞啦 常常說有人喜歡炫富 開超級跑車 滿街跑 會覺得說他是有錢人 有看到說一碗泡麵要整個火 要吃做火車公家吃 這種人 你看這個新聞就知道說 他們可能經濟能力會比較差 所以我剛才講了兩個例子 其實已經從兩個角度 來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 經濟能力是高還是低 同樣的 我們把這個觀念把它放大來看 放到一個國家來看 你把國家裡面所有的 國民 所有的老百姓 你把它所有的 不管你從收入面把它加起來 或者是說從支出面把它加起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非常接近 我們上面講的 國民生產毛額還是國內生產毛額 或者是一個是GDP 一個是GNP 這兩個是有點小差 我等一下再講 那重點就是說 GNP GDP GDP就是國 就是這樣 它這居然沒有那個中文翻譯喔 GDP是國內生產毛額 GNP是國民生產毛額 GNP是國民生產毛額 那你把這個國每一個人 把它加總起來差不多 就相當於這邊講的 好那剛講說 GNP GDP它大概就是那個意思 至於這邊講的這個定義 我想我就不要管他了 他其實這個講得很繞口 我們不要理他 大概就是說 你把這個國家所有的老百姓的 收入加一加 就大概就是 當然還有點小差異 小差異 我們暫時略過先不管他沒有關係 大家才有這個概念 為什麼要講GNP GDP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都是國家喔 都不是個人 都不是一個家庭 都是我們今天講的都是 整個國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喔 整個政府的角度來看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啊這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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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GNP多少 還是佔GNP多少 好那 現在回來講說這兩個的差異 剛講那個GDP 國內生產毛額 國內 GNP有這國民 國民生產毛額 兩個的差異就差在一個叫做 在一個國家以內的 在一個國家以內的 屬於這個地區的 屬於這個地區的 這GDP 會叫這個 國民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你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 不好意思 你都是算 在這個GNP裡面 我舉個例子 我們 美國職棒大聯盟 陳偉英 他領的是美金的行稅 對嗎 那 我們 中華職棒也是有很多洋將 他們領的是台幣的薪水 這兩個 這兩種人到底算 他一定是算在某一個定義裡面的 國家的收入 哪一個是哪一個 像王建民這種 或者是陳偉英這種 他算GNP 因為他是我們的國民 但是他不算在GDP裡面 因為他是在美國 賺美金 不是這個國內 不是這個地區裡面 反過來 如果是洋將 在台灣打球的 那他 他不算在我們的GNP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國民 那種 算不算GDP就算了 因為他在台灣打球 這個是這兩個的差異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目前全世界 在用這兩個東西 以前早期都是用GNP 現在改了 都是用GDP 所以我們今天往後 你看到很多都是佔什麼比 大概都是用GDP 因為現在的觀念是說 你要用一個地區 一個地區的概念 比較可以衡量 比如說 我們講台灣好了 那你如果說 把很多不在台灣的人 的貢獻通通拿進來比的話 你就很 比較難表現出 所謂台灣自己的 經濟生產力 是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都會用 GDP 好 剛才我大概提了一下 差不多 你就是把一個家庭 或說你個人的收入或者是支出 把它加種起來 全台灣把它加起來 大概會等於GNP或GDP 可是我剛剛講有點小差異 我們一般的薪水家庭 收入最大的一部分 大概是薪水最多 可是除了薪水還有別的 其實還有別的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今天開一個工廠 那我們不管生產什麼 開一間工廠 我們工廠要 它的成本 我們製造個東西去賣 好 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我們開一個工廠 生產一個東西出去賣 好 這個東西的成本有哪些 你請人的薪水低落嘛 對不對 還有沒有別的 誰再幫我補充一下 還有什麼 原料 水電 水電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消耗 消耗 消耗是重點 那是另外一個重點 什麼 消耗 消耗就把它當成折舊 還有沒有 庫存 算存貨嘛 存貨也算 資金 假設你工廠 你自己的 那不是你自己的 你也可以做的 做金 你開一間工廠 你說我財力比較好 我都自己的錢 全部都自己的 不用借錢 沒法講 一大部分都要再給自己的錢 利息 還有利息 利潤是什麼 你賺錢 你開工廠 你 隨便是 加個好別 你進度太快了 跳太遠了 什麼都算 都是算 成本 但是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 從一間公司來看的是 一間工廠來看的是 我們可以分出說 這麼多東西是我們的成本 如果從一個國家來看 要怎麼看 我們的成本是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列的 剛才已經有人講了 折舊了 厲害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個成本 對整個國家來講是個成本 那 最重要就是說 工資 租金 租金就是 你 租來 對不對 勞動 土地 土地 可能有責金的問題 利息 就錢 利潤 利潤 做老闆人 腦袋好 賣的東西 賺錢 利潤 利潤 公到家為 這幾項 前面這幾項 工資 租金 利息 利潤 這個 剛好 就是跟我們一般老百姓 個人 你收得對 差不多就是這幾個東西 但是 還有別的 從一個國家來講 還有別的 是 政府 會 給錢 政府 這個 抽這個 稅 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 我們做過公司的賬的人 大概會知道說 公司 那個 折舊是算在 管銷費用 還是 營業成本 也會有 營業費用 裡面應該是 蠻大一塊的 折舊 它都算是你 製造出來東西的時候的成本 問題來了 工資 租金 利息 利潤 我們都想得到 一般我們去 工作 個人都收得到 可是 折舊跑去哪裡 我們想 沒有分配給任何一個人 沒有 這個就是 我們對個人 一直加加加加加 把加成整個國家的時候 差異的重點之一 折舊 不一樣 那 這個是所謂的 所得 折舊 折舊 成本面 所得面都可以 都可以這樣講 我剛才一開座面就講說 我們橫量一個家庭 至少就兩個面 你的收入 從收入來看 國家一樣 從收入來看 或者是說這個叫做成本 都可以 你都可以講說這個叫做 所得面 也可以叫做是成本面 都沒有關係 另外一方面就是 支出 我剛才舉個例子 我們去看人家炫富的 開那個漂亮的跑車 都知道他很有錢 但是 我們把 一個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 支出面 他是把它分成幾個大的部門 消費 消費 就是一般人 一般老百姓 每一個人去買東西 去支出 藉由這 私人的消費 再來就是 投資 投資就是 擴建廠房 買原料 等等的 這種屬於生產面 因為政府加進來 政府支出 還有出口 但是進口 你要把它扣掉 為什麼要扣掉 因為 進口這東西不是台灣做的 是別人家做的 所以 在衡量我們自己 GNP或GDP的時候 要把這個進口給扣掉 一樣 個人家庭你要看 經濟能力高或低 利用 收入或者是支出來看都可以 國家也一樣兩個面 好 有一個 有趣的問題來了 一個政府怎麼樣去 去估算這個 這當然是個浩大的工程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的 但是我想舉 一兩個比較有趣的例子 我們家庭主婦 或者家庭主夫也行 你在家裡面做家事 不算在GDP 也不算在GNP 因為他沒有一個 因為他沒有一個標準的行情 說 我今天在我家 餵奶 要花多少錢 政府比較難估計 就是他現況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 對你的家庭的勞務 他沒有算進去 就是你當太太的人 或者是 好像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婦 你的在家裡面工作勞動 那 沒有算在GNP GDP 換句話講 你對國家是沒有貢獻的 如果你在家裡面工作的話 那 反過來講 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請別人做 算不算 就算了 那就算GNP GDP的 所以 有點怪怪的 但是因為他 現在的統計就是 而且世界上都是這樣 不是只有我們這樣子而已 他對那個是 不算的 所以 有一個說法 有點像笑話一樣 就是說 如果一個年輕的 小老闆好了 跟他的這個 也是年輕的 女管家好了 有一天結婚了 不好意思 這個對國家的經濟率是負的 因為他本來是女管家的時候 你要付給他薪水 是算在 是算在GNP跟GDP裡面的 結了婚之後 不好意思你變成 太太了 那不算GNP了 也不算GDP了 所以 這個是對 這個這個這個 對國家的 經濟能力來講 是負的 結婚反而是不好的 但是 換一個角度看 如果 我們要對這個 一方面要體貼我們的 這個家庭主婦 一方面要對 國家的 有貢獻 那很簡單 從下個月開始 那都請人來 做裡面的家事就好 什麼事情都請人家做 這個對國家是有貢獻的 而且能夠對 我們的另一半是很體貼的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 還有一個例子 也是聽起來怪怪的 但是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各位 住家附近有沒有經常看到 挖馬路的 今天挖明天挖 他 像我 我是從台北來 那個實在是真的很煩 可是 我舉個例子 如果 我政府今天請一個人 這邊這個 這個馬路把它挖 挖個洞 明天再把它填起來 這個有個名詞 這 修補地球 他什麼事也不要做 這邊挖個洞 今天挖一挖 明天把它補起來 這樣就是什麼 創造GNP 為什麼 因為我要付他薪水 所以 當你看到你們家附近 今天挖明天挖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個是創造我們台灣的 這個GNP跟GDP 你不要一直罵他 有一點笑話 不過他們真的是這樣子 他不是所有的東西都算得進去 比如說非法的 那種販毒的 非法的活動 他顧不到 他顧不到 那種也都沒有算在裡面 這個觀念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衡量一個國家 你的所得高不高 低不低 GDP或者是GNP 尤其現在都是用GDP了 他又不理我了 要對得很準的樣子 這張表看起來 我來數字那個密密麻麻的 那 這個是第四頁 小的那個page 第四頁 這個地方 這張表 我要拿一個例子來解釋它 我好像昨天還 大概是昨天吧 好像還看到新聞有在講 那個現在的那個馬政府 他當初有提一個叫做633的政策 633的政見 有沒有人覺得他會做得成功 舉手讓我看一下 奇怪沒有人舉手 但是重點是說 你怎麼看他不會成功 還沒結束啊 怎麼看 這個 這張表喔 其實大家都可以下載 這個網站就有了 那個行政院那個主題總書的網站 長這個樣子 我教大家怎麼看喔 633是什麼問題喔 6是那個 經濟成長率 他說經濟成長率 對於 要6% 這個 經濟成長率在這裡 現在才多少 2.98 2.09 1.48 99年稍微高了一點 可是之前也都不太好 那他離2016 他離2016 還存多少 兩年 兩年 他有可能 要百分之一 但是這是你看的時候的感覺 我們還有更科學一點的 同樣這張表 第二個三期 這個失業率嘛對不對 失業率加不 所以也不太重要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失業率上個月 最新的大概是3.9幾吧 就好不容易 掉到4以下 好不容易喔 掉到4以下 但是這個3.9幾到所謂的3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的 不過這先不管他 那個這個不是那麼重要 我的重點在第三個3 633的3 也有這 郭明所得郭明有這3萬美金 郭明所得郭明在這裡 郭明所得郭明在這裡 他講的時候是 應該是97年吧 2008 對不對 那時候多少 那時候 一萬五千塊 一五一九四美元 意思就是說 在8年之內 如果要達到他說的3 要翻倍 一萬五要變成3萬 那你簡單這樣算 你一萬五要 8年之內一萬五變3萬 每年成長率有多少 我給你算好了 百分之九 每一年都要百分之九喔 但剛才不是看說 你這多少 2點多 你每一年都要百分之九 其實你這樣看就知道這個是 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你是有憑有據 不是有感覺的 這個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嘛 這個也不是你自己亂拍的 你這樣就知道說 看起來密密麻麻的數字 其實有時候你把它稍微看一下 你會知道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剛才應該好像還漏掉一張的樣子 是中間 國民所得 好 國民所得的概念 先佔告一段落 我們現在要談的 進入到我們真正的重點喔 預算 什麼叫預算 它是政府的推行政務達成市政目標 所設定的財務計畫 這句話很重要喔 我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會考試考到 這就是預算它基本上的概念 用途 是做收支的計畫 然後它分成單位預算 跟附屬單位預算 這兩個東西不太容易懂 那什麼叫單位預算 什麼叫附屬單位預算 以實際的情況來講 單位預算 就是中央機關 各個政府部門編的 通通叫做單位預算 什麼叫附屬單位預算 國營事業 所有的國營事業 政府再出錢去轉投資出去的 那個通通叫做附屬單位預算 簡單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其實分法 我們待會底下還有一些 我們待會再說 簡單就先大概有這個概念 政府機關 尤其是那些 那個大的政府機關 它都是叫做單位預算 那國營事業 都叫做附屬單位預算 先有一點這樣概念就可以 這邊 一樣 又是一堆的數字 一般人看這個數字 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那今天講 這個這個這個講 講預算 那預算的目的 剛剛講的是一個財務規劃 政府要收入 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要有錢才能夠辦事 我們這張表告訴各位 我們當前的政府到底 有沒有幫我們做越來越多的事 還是做越來越少的事 我們經常看到新聞報導說 政府管太多 東也管一個西也管一個 管太多了 這個應該是經常看到新聞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拿數字來看 不太能夠支持這個說法 怎麼怎麼說 我們來看 各級政府還是中央政府 他的那個支出 他的支出 支出支出佔 國內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 這GDP 對吧 第一頁的時候就講 這叫做GDP 他的比重其實我們看 他的比重是逐年 一直在下降 這個也是中央政府其實 其實是逐年在下降 那你只要沒錢你就 沒錢 沒錢就沒辦法辦事了 所以其實其實那個 目前政府的干預的程度 如果我們拿他花了多少錢來 來衡量的話 至少你看不太出來說 我們的政府是越管越多 其實反而是好像感覺上 有點越管越少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只是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讓大家知道一下 雖然他 這個我看中央政府一年 一年花多少 這個是百萬 那這個是那個兆 十一百一千一兆 快兩兆 這是中央政府 這個是 那可是事實上 他佔我們整個國家來講 這個比重 是在往下走的 是在往下走的 好 這個接下來就讓大家 有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政府的財政收支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尤其是比較現在 比較新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的這個 政府他的收支的情況 是怎麼樣 中央政府一百零二年 這應該都是決算的 好就決算數 其實是確定的數字 收入這個是那個一兆 1.7兆支出1.8兆 所以這個數字 所謂的餘措 只要是負的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這 財政赤字 負的就是財政赤字 這個數字就是財政赤字 從原來的 六百多億變成是 兩千億 這是一百零一年 一千多億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的負債 赤字財政赤字是 金額是龐大的 用千億來算的 我待會會給 會補充一下資料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歷年 那個你就會更明顯的知道 我們現在政府的收支狀況 赤字是很明顯的 那我們來看 把赤字的來源收跟支看一下 也都一樣是最近這幾年 主要的那個收入來源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是從賦稅收入是一個 主要的政府的來源 什麼收入 有它的營業盈利 這都是供營事業 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它的那個 繳庫的部分 罰款 財產 其他 其實主要就是賦稅收入 這個大家有個概念 以台灣目前政府 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大家繳的稅 那關於稅的部分 我們今天在最尾巴 也會給大家一個 滿 基本的一些概念 支出呢 什麼最大 以102年來講 國防社會福利支出 這個是4千多億嘛 4千多億 102年來講 社會福利支出 最大中 101年也是 101年也是 這一年 100年 低於那個教科文 這個地方 一樣提醒重點 我們的 社會福利支出 是現在的 政府支出裡面 最大的一塊 最大的一塊 那這個是 把它整理成比重 剛才講了 我再重複一遍 稅客收入是主要的收入 佔了74.5% 整個政府收入 從稅來的 快要74% 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佔了22% 這個是 這幾個支出大項裡面 還是社會福利支出 是佔最大的比重 那這個 編預算的時候 這個待會兒還會再提到 會分成金長門 資本門 這個我們待會兒會再提 那數字是 是一樣的 好 從這邊 我要 我要補充一個 幾個表 在最後 你們各位手上的講義 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 我要 我要把它跳到最後 我要跳到最後 各位你們那個 手上的應該 應該還沒有 這個也是觀念的 觀念的加強 好 最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沒有關係 我用聽我講就可以了 他其實剛剛的觀念 剛剛大家都 剛才已經講過了 這個表子是更加更強化那個 要提升大家的那個印象 這個表 稅入稅出總決算 稅入稅出 然後這個叫做什麼 財政赤字 我們開頭講 預算是要做財務規劃 內容是 收入支出 跟中間差額 我如何去 掉頭寸吧 這個表 看得出來 中央政府的稅入稅出總決算裡面 包含你看這幾個大塊 稅入 然後赤字 漁錯了 看有多或少 然後調度 所謂調度就是說 當我 認赤字的時候 我就得想辦法要去 總結 要去借錢 所以 這個兩邊是平的 就是融資 調度 加總會等於這個 稅入稅出的漁錯 也就是說 這好像是個帳一樣 你看起來一定會平的 那這張表的狀況 我們看一下 稅入稅出漁錯的 歷年來的狀況 這邊 因為這邊很多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財政赤字 這個在幾年 這還有正的喔 這個在95年 96年 97年 這邊都還是正的 可是等到98年 98年應該是馬政府 上台之後吧 馬上一下就 那 那個赤字就挑到 一千 一千六百億 接下來 每一年都是負的 一直到 一百零三年 這應該是預算數 變成 還是赤字兩千億 我這張表紙告訴各位 我現在 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是嚴重的 而且看起來 越來越嚴重 好 這邊也是因為用 比較長期的角度來看 比較容易看 那個主要的收入 政府主要的 是 稅客收入 也就是那個 我們交了 比重 重圓的六十幾 一直 升升升升升升升 現在大概在七十幾了 好 所以這個也是 大家的一個印象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財政收入裡面 租稅收入是 比重是居高不下 而且那個趨勢還是一直往上 好 附件 第三個表紙是我補充的 是從支出面來看 剛才已經有提過了 我們的支出 好 看這個比重 去十六十七 現在 二十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二 好 這個像我們的健保 就是屬於社會福利支出 然後為什麼這社會福利支出 會越來越重 因為經常選舉 然後選舉你就會聽到 很多的選舉支票 這個 這邊也要 那邊也要 其實我曾經查過 那個多了 多到一塌糊塗 你沒有辦法 跑不掉 你為了要迎合選民的需要 要滿足選民的需求 支出就越來 社會福利支出越來越重 但是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教育科學 教科文的支出 多年來 其實 其實 幅度變動不太大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國防支出 它的變動也不太大 比重都差不了多少 這是我補充的三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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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剛剛為止我們大概對我們現行政府的那個情況大概有一個粗淺的概念 好 接下來是要進入 我們 法規上面 對 預算 它是怎麼規定的 以下這些東西 有聲音嗎 來 概算 概算就是大概算一下的意思啦 就是說 初步的 初步的 因為政府機關那麼多 很多層級 初步大家 先 把帳抓一抓 你明年大概要 支出多少 匯整一下 就得到概算了 預算案 你只要行政院 行政院 把這個大家的概算編一編之後往立法院送 還沒有經過審議的就叫做就叫做預算案 那只要經過立法院審過了那就變成法定預算 就是立法院已經審過關了 那什麼叫分配預算 分配預算是說 立法院審完了 總統也公佈了 好 那麼各個機關 各個機關 它到底實際上 每一個月或者是每一季 你要花多少錢 這個要事先講好的 不是說我 預算編的一個大數字 然後我今天高興花多少就想要花多少 明天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不是的 它必須要 一樣 在預算 真的開始花之前就要先把它 排好 我每一個月每一季 我大概要支出多少錢 這個叫做分配預算 那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剛才有講到 政府的收入主要來源 那我們繳稅 以我們個人來講 或者是公司 一年最多繳兩次吧 個人繳稅是五六月份 五月份的時候報一次 然後公司的話 好像還有站繳 那 可是你那個支出呢 你公務員的支出是 每一個月都得要領薪水啊 那所以你收入跟支出中間如何搭配 就是一門大學問的 不然你不能等到說 我那個 等我五月份稅收來的時候 我再發你薪水 那不是大家都餓死了嗎 你公務員怎麼辦呢 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必須要先把它安排好 我什麼時候會有收入進來 那我支出大概要怎麼安排 這叫做為什麼要有所謂的 分配預算的道理 就在這裡 好那稅入稅出 反正就是所有的收入就叫做稅入 那所有的支出就叫做這個這個 稅出 那但是這裡面不含不含去借來的 剛才看到一張表 稅入稅出余錯 然後他就要等下去調度嘛 這個調度就是借錢 借錢的不算在稅入稅出裡面 是獨立的 看到這個又 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這個 在座各位應該有 不少人有去買過基金的經驗 對吧 有買過基金的人請舉手一下 共同基金 還不少嗎 我要告訴各位 一樣是基金 但是這個基金跟那個基金 不好意思啊完全不相干 這個是不同的東西 然後更麻煩的是什麼呢 當你看到這個這個名詞 這個是法律上寫的定義 一定用途 而 賬位收入至現金或其他財產 要許我這什麼東西啊 不懂 每一個字大概知道了 合起來 其實我也不太懂 它到底是 怎麼怎麼念怎麼怎麼怎麼奇怪 那我告訴各位怎麼理解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是我們實際上 台灣目前就是這樣用的 這沒辦法 基金就是一個記帳的會計帳 一套會計帳就叫做一個基金 用這樣理解就好了 不同的用途就會有不同的會計帳 那不同的會計帳就會得出不同的基金 預算 除了管收支還要記帳 帳當然要記啊 不然怎麼知道這個到底花了 收了怎麼樣 花了怎麼樣 那這套記帳的方式 這套帳就叫做基金 好 那我們的現在的政府有幾套 至少至少有兩大套 一套叫做普通基金 一套叫做特種基金 這是兩個不同的帳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預算一開始有講到說 預算有分單位預算跟附屬單位預算 單位預算就是這個政府機關 一般政府機關的就叫做單位預算 然後公營事業的就叫做附屬單位預算 好 那個單位預算 他用的記帳方式就叫做普通基金 可以這樣理解 那種一般的政府機關 他用的方式都叫做普通基金 那國營事業就叫做特種基金 這個地方 注意一下這邊有一個叫做特種基金裡面 其實還分了很多種 但是重點就是他分了兩大類 然後 所以有一般的最常見的 所謂的總預算 什麼公務預算 通通叫做普通基金 那特種基金大概都是那些公營事業 都用都會用特種基金的這種記帳方式來處理 那特種基金裡面又分 營業基金什麼債務基金很多 什麼作業基金 那這個看一下就好 比較重要的是營業基金 所謂的營業基金 國營事業裡面 如果你看到 他是某某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說他都是按照公司法 去設立的都叫做營業基金 原則上是這樣子 當然也有例外 原則上是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種是像全民健保這種叫作業基金 因為他其他的應該都不是 都不是按照公司法去設的 這個地方區別一下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兩個的差異 然後特種基金裡面主要裡面有 營業基金就是國營事業 剛才是基金記帳的方式 那這邊是經費 這個經費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法律上他經費幾種 幾種定義啦 一個就是說你 稅出一般的稅出這種就是 就所謂的稅定 以一個快進年度為限的這種經費 就叫做稅定經費 那繼續經費就是說 以前立法院審核的時候 已經允許你可以分好幾期 分好幾年去用的 這種就叫做繼續經費 那法定經費是什麼 法定經費就是說 就是說有另外法律規定 為了某一個專案 某一種公共建設 某個專案 特別立了一條特別法 那裡面定的經費 就叫做法定經費 好 編預算的時候 剛才有張表有看到一個叫做 金長門跟資本門 我把它跳過去了 這個金長門跟資本門有點類似 就是我們一般公司 一般公司在做 我們一般公司也是會編預算的 那一般我們在講公司財務的時候 有所謂的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是什麼東西 就是買那個 買那個機器設備廠房 那它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叫做 資本支出跟一般的支出怎麼區別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如果你這個東西 花下去買了這個東西 它的那個耐用年數是比較長的 它提供的那個 那個效用 是可以每一分好幾年才完成的 比如說你建個廠房 你不會今年花了一億蓋一個廠房 今年就那個廠房就用完了 不會通常它會讓你用很多年 只要你超過一個 通常是超過一個 一個營業循環大概是一年 超過一年 它的經濟效用超過一年的 那 就叫做資本支出 那以政府來講一樣 你如果買的東西 是超過一年的 就會編在資本門 你賣財產 那是反過來 它一樣會編在 一樣是資本門但是它是負的 所以這兩次分開的 為什麼要這樣分 一般的公司財務有所謂的 那個 跑三點半的這個問題 現在不曉得還有沒有 應該一樣嘛 就是 所謂的那個 掉頭寸 流動性不足 流動性不足指的是指短期的資金來不及 短期我不是沒錢 我財產很多 但是都 都變成廠房還是存貨 但是我手邊的現金就是不夠 這種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 黑字的倒閉 是有可能的 那因為這種就是所謂的 流動性不足 那也 長短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你的資金 把短期用的跟長期用的 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這樣才不會造成財政的不穩定 那短期用的就叫做 就叫做金長門 就一個 音樂循環裡面 大概在一年以內的 那長期用的 那你必須要用長期資金來 來支印的 就說 就說 資本你必須要用 比較長的資金 什麼叫做比較長的資金 去借來的 發工債去借來的 就是 財政赤字的時候會有 會調度嘛 所謂的調度 其實就是要發工在借錢的啦 那個借錢 是用在長期用 在 資本門這邊 所以 政府也一樣 也是分成這個 金長門跟資本門 他是跟一般的公司 做法差不多 概念是 你的長期跟短期的資金 必須要分得清楚 底下的說明大概就是指這個意思 政府預算 每一個會計年度 辦理一次 就是一年辦一次的一次 然後政府的會計年度 是從一月到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 這個是後來改的 早期 早期我們都講 早期是所謂的七月制 所謂的七月制 是從那個七月一號開始 當成一個新年度的開始 那是以前啦 現在沒有了 現在都是從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做歷年制 現在都叫歷年制 那預備金 編預算的時候 你當然會預想說我未來的一年 會做什麼樣的支出 可是總是會有沒有想到的時候 那沒有想到的時候 就有幾種方法來變通嘛 一個叫做預備金 以目前台灣的預備金還分成兩個 一個叫做 一個是第一預備金 一個是第二預備金 分成這兩種 這兩種 其實是不一樣的機關在編的 第一預備金 是在單位預算中 單位預算裡面去編的 那單位預算一開始都講 什麼機構來編單位預算呢 是那種中央機關 各個政府機關 他通常編的就是所謂的單位 單位 單位預算 那他裡面就會 會編那個第一預備金 那第一預備金的數額 不得超過經常支出的百分之一 這個重要 你第一預備金不能超過 經常支出的百分之一 那因為這個單位預算是分散在各個 各個各個 所以這個是每個機關都會編到 那第二預備金呢 是在總預算裡面編的 誰編總預算 剛才在名詞定義的時候那邊有提到 行政院會把各個單位 概算 拿過來匯整 匯整成總預算 所以 這邊的總預算 就是行政院 送到立法院的那個總預算 他行政院 所以行政院可以編第二預備金 他的數額是 法律上規定 就是說 是財政情況 決定支 沒有一個固定的限制 那預備金的動支有一個最 主要的限制 超過五千萬的要先送立法院被查 被查 會不會過 不一定 所以 那個 動用預備金你要超過五千萬 會比較麻煩 你就得要去拜託立法委員 讓 他順利可以過 因為通常 通常你會 都是 錢不夠了嘛 或者是有些什麼特殊的情況 才會動用到預備金 那這個時候 因為法律規定 你必須要送立法院被查 那不 在五千萬以下 好剛才講了 這一頁好像各位 有是不是 應該沒有吧 不好意思 這個 所以我把它講一下 我把它唸一下 就是 預備金有第一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 那 這兩種預備金 的動用的時候的規定 是什麼樣子的 除了剛剛講的超過五千萬的限制之外 還有 預備金的動機 各機關你看 使得 支用第一 什麼樣情況之下 可以支用第一預備金 就是 預經費有不足時 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這樣就可以動用第一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其實你要動用它的時候 還比較簡單 只要它的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然後我現在錢不夠 只要我的上級說 舉我用 那我就可以去動用 第一預備金 所以 所以 預備金對各機關來講 就好像類似 小金庫的概念 因為它的動支 除非你超過五千萬 不然的話 你看它的動用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它只要主管機關 核准就可以了 就可以動用第一預備金 那第二預備金呢 第二預備金是行政院 如果有發生了底下的幾個情況 行政院就可以 就可以核准動用第二預備金 一樣是行政院核准 因為行政院是各個機關的最高機關 而且剛講到第二預備金是行政院才有編 所以一定要行政院它核准嘛 不過重點還是在於說 只要主管機關核准 經過立法院 除非超過五千萬 那第二預備金的動用時機在 法律上的規定是這樣子 其實這三個 有三個時機點 不過這三個時機點 大概都是錢不夠用的意思 原經費 不服務的時候 不夠用的時候 大概都 也就是說 我們現行的法律 對這個預備金的動用 規定還算鬆 你只要經費不夠了 那大概就可以去支用 還會提到 除了預備金以外 當你要應付這個 不時之需的時候 除了預備金 還有別的方式 我們稍晚還會提到 那這邊的重點是說 你要動用這個預備金 通常 都是只要經費不夠 經過什麼法律規定 或什麼立法院怎麼樣 除非你是超過五千萬 好 這張表 我剛才那個叫做 附屬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我剛才一直強調 這邊這個表 這邊這個表 你們應該是 這個表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 應該說都是國營事業 然後絕大部分的公司的名字 我剛才有提到 你只要是按照公司法去設的 都是國營事業 然後 他就要編在 我已經放過了 我不知道 累了 不錯 好來 這個表很有趣 一個重點是說 那個國營事業 這麼多 我們看一下 中油 台電 他一年的收入 這個是兩個加起來 一兆八 差不多跟我們 中央政府的那個 稅入 稅入或稅出 差不多 你看這規模多大 這個是 看點之一 所以 他們每一年都要編很多預算角庫 這裡面最特殊的是叫做中央銀行 這張表 這張表 我再強調一下 它是附屬單位預算 裡面 他用的記賬方式是叫做 特種基金裡面的 營業基金 剛才有講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基金 這一些都是叫做 特種基金裡面的營業基金 然後這裡面有個單位叫做中央銀行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中央銀行 因為考題可能有 不是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中央銀行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政府單位 電視新聞也經常看到所謂的 我們的央行總裁 彭懷南是好多A的 好多A級的那個總裁 那中央銀行他的任務 我們在今天這個課程的最後一個地方 會提到他要負責台灣的整個金融面 整個金融面的好跟壞 中央銀行要負主要的責任 然後他基本上是個獨立的單位 不用像行政院 不用像行政院 他的公公婆婆很多 立法委員多得一塌糊塗 中央銀行就沒有 中央銀行基本上 他是一個按照法令 他是獨立運作的單位 所以他可以按照他專業的模式來運作 不用有那麼多 今天這個立委要什麼 明天那個立委要什麼 比較少很多很多 然後他很賺錢 中央銀行很賺錢 所以他每一年都要繳庫 所以雖然他叫中央銀行 不是叫做中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他不是但是他是 他是營業單位他賺很多錢 所以為什麼這個央行總裁 他會那麼多A 因為他很會賺錢 這個是有道理的 而且他是編在特種基金的營業基金裡面 好 那我剛好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暫停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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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多謝 齊